也沒有超過太多 我也不敢講太多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們回圈不用學太多 學for回圈就夠了 第二個 你們就學sales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一個range 再加一個shits 這樣其實就可以變化出很多花樣了 然後再來的話你就執行下去 有沒有 1到7 8到14 有沒有 是不是一模一樣 跟剛剛做的有沒有 有沒有 沒差別嘛 只是差別在哪裡 這個是程式跑的 這個是你要自己去手動 那手動的缺點是 你現在才要再做一次 可是程式寫完的話 你現在按個按鈕就好了 當然用程式寫效率絕對比較快 OK 而且比較固定 那再來的話還什麼呢 還會有一個什麼 還會有一個range 比如說我們這邊不是有 要知道第幾天 就 那L4基本上就是range L4 對不對 range L4 然後再加1 先減掉 就是先減掉這一天的位置 所以在哪邊減呢 在i trade後面不是減掉 減掉那個range 用range來表示 range 然後我們去刮符 然後我們是L4 那因為在那個儲存在函數裡面應用的話要F4在這裡不用再加回來因為有減掉L4的位置他再把E加回來OK那基本上執行下去有沒有發現也一模一樣所以剛剛的L4加E有沒有那再來就是做什麼呢再來我們要做什麼就是做完之後L4加E有沒有那再來就是做什麼呢再來我們要做什麼就是做完之後L4加E有沒有那再來就是做什麼呢 最後最後還要再插一個就是如果有沒有if哪個條件呢就是這個裡面的值對不對如果小於1或者是這個裡面的值大於L3的話那就有沒有輸出反之就不輸出 所以這裡的話基本上我們已經寫的差不多了後面就剩下什麼判斷對不對最後結果就出來了最後你再按做一個按鈕不然年紀就出來了所以後面這個地方我想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好了所以重點再提示一下那一幅的判斷我想前面我們也有範例嘛也有一幅加偶爾的那個範例也有所以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喔 加在這個地方加在這個地方上面一幅加在這個裡面的條件然後怎麼做會比較簡單我們等一下再來看所以基本上有三個步驟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完成的畫面那完成的畫面在雲端上也有在這裡其實就是在第幾個圖在第萬年曆之一這個是剛剛做的第一階段在這裡萬年曆一模一樣放大一下如果你看不清楚往前推一下就好了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嗎